来自南方都市报报报 国家卫健委6月18号发布了 低风险地区夏季重点地区重点单位重点场所 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相关防护指南 其中增加了食品消费者 食品从业人员等人群的防护要求 特别提出食品消费者在处理生的肉 禽水产品等之后 要使用肥皂和流动水洗手至少20秒 不要在水龙头下直接冲洗生的肉制品 防止建杂污染 另外在购买制作过程接触生鲜食材时 避免用手直接揉眼鼻 生熟食品分开加工和存放 分别包装分层存放 生的肉水产品等食物在放入冷冻层之前 最好先分割成小块单独包装 包装袋要完整无破损 生熟食物分层存放 并且尽量煮熟烧透食物 不吃生的水产品